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张一伟 两年前的夏天 我没有考进复旦府中 可有的时候 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来到这 虽然我知道 我只是个过客 咦 我怎么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读过佩蘇阿门吗 没有啊 我的小牛奶呢 可恶啊 请问你有见过一只慷慷的小牛奶吗 牛奶 没有啊 别管他了 夏季可还要过写呢 牛奶 你对牛奶一无所知 2000块以下的牛奶能喝吗 牛奶 牛奶你知道牛奶的产生 需要经过非常希望次的工作吗 今天时候回来 淘汰这个可能性 是一个半成品 在用地址上通过网络 从组成的只有淘汰这个加工 我已经实在是那种 什么小牛奶 你没看我这忙着呢 你问别人去 嘿 张耳涛 听说你化学竞赛又拿了一单奖 地里又考了一家 太距离了 实在是太距离了 走 我们一起刷金鞭去 pickup就 不是说 你看我不信 demonstrated 我估计了 你啊 你是不是 我不信就 有一天我 我怎么在这里 书车上不准放饮料和水杯 我从来都不知道 作为一个附中人是什么样子 哪怕他只有一天 或许你不知道的是 我也对附中人很失望 附中人忙着谈恋爱 忙着考复旦 忙着成为未来社会的精英 却没有人去关心小牛奶 我曾经想像你一样拯救世界 最后却发现还不如钓鱼 还好你从没丢过小牛奶 不是吗 因为它一直就在我身上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